C2C 義工團的MIRROR 大家好,我是C2C義工團的MIRROR 我想今天訪問一下參加了這個技巧分享會之後的 各位C2同學有什麼感受 其實今天很好,雖然自己本身都懂少少說普通話 但其實通過這個workshop就矯正一些音 很少的,不是少少的 大家給面子而已 其實本身自己可能講普通話 一邊講一邊講,但沒想到音應該怎樣發 哪些是重音,哪些是輕音 其實這次這個workshop就可以留意這些東西 所以覺得是一個很好的platform 那這兩位同學呢? Hello,我是Pat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作為一個訪問 其實今天呢,雖然短短是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 但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呢,就聽到一個這麼有經驗 在普通話方面有一個這麼沒有經驗的C2 分享了她對普通話的一些技巧 其實我都好像Kelvin這樣說 自己都以為自己懂很多 即是某個程度的普通話 但是原來在C2技巧裡面 我們發音原來是這麼重要 在今天裡面真的學到很多一些很細微的發音的技巧 那我也覺得自己得著了很多 那你呢? 那我就是Celia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主幹嘉賓 因為她是一個很有經驗去教普通話 以及在不同的場合去用普通話的一位主幹嘉賓 所以我覺得她一些分享的小提示 我覺得很意想不到的 比如說,那個忘字 原來聽歌的橫背流的橫字 就已經可以教到別人一個正確的廣東話讀音 以及可以很示範到怎樣靈活地 用不同的語文去互相去利用 去教到別人學一種的普通話 或者廣東話也好 我覺得這件事是我起出望外的 亦都沒有預期過可以聽到的 那麼多位同學仔都有很多意外的收穫 那麼多謝你們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